这个单元要教学的主题是云和天气的关系 天气中的晴、阴、雨天 大多数都是由云的颜色、形状跟云亮来判断的 小朋友们,让我们到校园里走走吧 哇,今天现在的天气真好 来了,天空,看到了一朵一朵的什么呢? 哇,天空中有一朵一朵的白云 白云看起来好可口哦 像什么呢?像棉花糖一样 那说说看,这个棉花糖是什么颜色的 对于云的描述,你还可以说些什么呢? 请你把它记录下来哦 105年11月30号 小夏在校园里面进行观察 那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天气是晴天 天空中的云朵白白的 然后一朵一朵的 有的像棉花糖 有的像羽毛一样飘在空中 那小朋友想想看 如果出现了蓝天跟白云 就是好天气吗? 从这一篇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云朵都是白白的 一朵一朵的飘得好高哦 有的像羽毛 有的像棉絮 那阴天跟雨天的云也长得一样吗? 从照片里面看到了 今天时天空暗暗的 云朵灰灰的 云层密布 雨天的时候天空一变黑暗 黑鸭鸭的云层密布了整个天空 那我们来看看 影片怎么介绍的 天气和云 今天的天气好吗? 今天的天气很好 是个大晴天哟 晴天的天空是什么样子呢? 有云吗? 晴天的时候 天空看起来很蓝 很亮 云比较少 没错 晴天的云很少 常常是白色的 而且是一朵一朵 或一丝一丝的哦 天空看起来很漂亮呢 那阴天的时候呢? 你有观察过吗? 阴天? 嗯... 阴天就是云很多 将天空都挡住了吧 阴天的时候 整个天空几乎都是云 常常会遮住阳光 让天空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蓝了 那 仔细观察天空 仔细观察天空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 这跟云有很大的关系哦 云是指地面上大量的水 受到太阳的辐射热而蒸发到大气中 高空中的温度 高空中的温度比较低 让这些的水蒸气 凝结的小水冰或者冰晶飘浮在空中 就是我们看到的云 雨则是空气中的水气量越来越多 云层里面的冰晶跟小水冰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变得太重了 便就会掉落到地面上 就是我们说的下雨了 让我们也来看看影片怎么说的 生活里的科学 喂喂 明天会会下雨啊 会下雨 这一周的天气状况我都凉落之长 学会看天空上的云 你也是小小气象分析师 这边的白云都快被这边的乌云 给遮光光了耶 真的耶 薄云 你有没有想过 同样的一片天空 为什么白云这么白 但是乌云错过会遮上的呢 同学们 你们觉得呢 我们一起来逗逗呢 想一想 想一想 一样都是云 为什么白云是白色 乌云却是灰的呢 白云的水汽看起来比较少 然后又被太阳照到所以比较亮 乌云是因为水汽地这么拉大 就是水里一定有杂质吧 然后越同机应该越黑 因为白云是被太阳光照射 然后乌云是因为上面部分的云 就是有照到太阳光 然后下面的云是没照到太阳光 然后被上面的云给遮住 然后就走了 所以它就是那个云 对 可是云为什么看起来是这样一片 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现在来告诉你们 云就是在大气层中 由冰晶还有小水滴 这样子一直结合起来 所以看到就是一片云 可是为什么看到的是一片 小水滴不是一颗一颗小小的吗 那就是因为太多了 因为它一颗一颗的小水滴 这样子集合 这样一整堆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就像是一片的 所以那为什么白云它会是白色的 然后乌云为什么是灰色的 对啊 因为当太阳透过了云层这样子 撒下来的时候 它会一直反射 然后会反射到各个不同的角落去 所以我们在陆地上看的时候 就会看到是白白的白云 那当这个乌云的这边 因为它太厚了水气集结了很多 所以光线就穿不过去 没错而且我们在陆地上看啊 它这个光线完全穿不过来 它整片乌云啊 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阴影 所以我们往上看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灰灰的一片 它会看起来是灰灰萌萌的这样子 嗯 没错 所谓天气的状况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晴天 阴天 多云时晴 那这是指天空中的云量的多少 以及它的变化情形 如果我们将地平线上的天空 把它化为十整份 被云层遮住的部分 那就是云量了 诸云是指的是云层遮住了 全天空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八 那不管是云层的厚跟薄 都是根据它在天空的云量来决定的 小朋友 接下来又是脑力激荡的时间 小星他想参加学校 何怀山的探索课程 查到了中央气象局的网页 收集资料 那何怀山的天气状态如何呢 A 晴朗无云 B 阴雨绵绵 C 晴时多云偶正雨 D 散电暴雨 你群中有答案了吗 答案是C 你答对了吗 如果答错了 可以再往前翻 扑醒一下哦 我们这个单元到这里结束了 下课 下课